大家好我是艾霞米 A4寻宝赛季已经开始 本次影片分享我用野蛮人单人拓荒不到5个小时 就过了成人魔殿的心得 这次流派全城东旋风展 利用旋风展的高续战力 配合4把武器都催练狂暴机翼的暴力输出 拓荒的过程几乎全城碾压 练等的地方主要在地狱浪潮 还可以顺便解赛季任务拿点装备 而且浪潮以理有威胁子和其他怪物跟动的关系 精英怪还蛮多的 体感上练起来不输给之前的多目海涅隧道 但是能打到的装备材料零药却差了好几倍 往后的拖荒地点选择首选应该都是地狱浪潮 技能的部分攻击技能猛扑放左键 旋风展放右键 辅助双吼一个解控和拿怒气 另一个附加狂暴状态 而且这两招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改成强刃分支 大幅提升容错的空间 最后两个一个是我常用的越级 可以跳悬崖赶怒而且加怒气 点了战斗狂热被动又可以赋予狂暴状态 三个愿望一招满足 最后一个放被改强的先祖召唤 打精英和boss简单又粗暴 在来打圣光大教堂和沉沦魔殿boss的时候 建议把猛扑换成剥皮 9%减伤在早期还是很香的啊 装备部分就是上面所说的 48武器淬炼狂暴记忆之外 其他随意不怎么绑定 真的要的话就明映凶蛮旋风斩 不从力量这三个我是觉得可能比较有感的力量胜点 巅峰点的部分 第一盘点开来塞怨怒雕纹 通常这个时候也差不多就能打沉沦魔殿了 装备保持全塞淬炼都上 顶多在全附魔差不多51到553等就可以打了 顶多5556的话绝对可以稳过 我自己过的时候也是554等左右 而且装备也没什么附魔 淬炼也没有全上 总体而言这季大概版开始以后 拓荒应该都很容易 未来商城如果出已经80等 又解锁世界式的新创角色 我也不会感到太意外 那么最后影片就到这里啦 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晚上我实况的时候 来聊天室跟我讨论 我是艾虾米 我们实况见 拜拜 Farewell